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文胜老师 各位一定很好奇 我们平常在做线上教学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的游标 总是看起来比较大 然后呢 在做滑鼠点选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让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动作 甚至是按了 按键 比如说Ctrl加 除了画面有动作之外 那还可以看到老师的按钮 在下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按钮的字样 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那甚至还有 其他的选项比如说 让你focus在某些地方 放大镜的选项 或者是可以做圈选 圈选关键字 解说 这些到底是怎么可以处理的 那还有包括放大的功能 放大的功能 那这些其实都蛮简单 可以处理的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一个 这个东西 那他叫做 Pointer focus Pointer focus 那这个是一个 它是一个付费的软体 所以请你Google一下 Pointer focus 会找到这个网站 那请你在这边直接点选下载 下载之后就直接安装 那装好之后呢 装好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这样 启动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选项 这个就是它的工具列 那如果你是试用版的 它这边会出现 注册的资讯 所以你就点一下 它会出现这一个视窗 那如果你没有注册呢 这个视窗它会一直跑出来 会一直跑出来 所以如果 老师们 有经费的话是可以花一点小钱 那当然我们不鼓励 不鼓励你去网络上搜寻一些 注册码之类的事情 因为这样毕竟 我们是交易单位 但是如果你有 双荧幕的话 事实上这一个 这一个视窗很讨厌的视窗的画面 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画面 包括这个工具也可以放到另外一个画面 这样你的画面就会很干净 就是录课的时候不会受干扰 那还是可以 好好的试用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它的功能 各位在功能表上面可以看到 这一个 这有一个键盘 这个键盘的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按按键的时候 尤其是像 Shift 或者是 Auto 跟那个Ctrl 这几个按键 组合键呢 它会直接在下面出现 你要按的组合键的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按 Auto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 那如果你想调整那个出现的 时间 你在设定这边 这边有一个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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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key stork 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出现文字的时间 你也可以稍微让它久一点 3秒钟 那当你按确定之后下次我在按的时候 比如说 Ctrl Ctrl V 他就会出现 3秒钟之后才会消失 那这样子 对于像我们教学科技领域的教学上来讲 学生就比较容易知道说老师按了什么按键 所以按键都会出现在这里 那另外这一个呢是滑鼠 如果你把它点掉你的游标就不会有那些特殊的效果 如果你把它打开 当你按左键他会出现 他那个红色的 圈圈会收缩 表示你按的是左键 那如果你按右键 他会蓝色的圈圈收缩 那而且他 随时都会存在这个黄色的框框 当学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你 你的游标现在在哪里 那这个设定一样可以改 在 highlight 这个 游标 highlight游标的这个部分 这是黄色圈圈的部分 那这个是你的那个黄色圈圈的宽度 然后点左键跟点右键的颜色 在这边都是可以做选择 那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这一个 就是会显示文字 如果把它打勾按确定 这时候你点左键 上面文字就会跟你说我是点滑鼠的左键 如果你点右键 那他也是会跟你说你是点滑鼠的右键 所以这边就给老师去运用 那平常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 某一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利用 这一个这个是文字书写 就是随意的文字书写 所以你可以highlight你的重点 或者是把它圈起来 画箭头 手写的部分 手写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放大镜的功能 所以你要让他看哪一个地方 看清楚一点 就可以这样子去做放大 或者是说 你要去点哪一个图 你要按哪一个按钮 这个要放大给学生看清楚 都可以用使用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呢就是 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 那我要他注意哪里 你把那个 游标移过去 他就只能看到这边其他地方都会变暗 其他地方都会变暗 这是一个spolite的功能 那大概的常用的功能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讨厌这个圈圈 你可以把它缩小 缩小他就跑到你的 那个图示里面去 图示里面去 那可以再放回来 那所以相关的设定在这边是可以直接 去做细部的相关设定 他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在我们做教学的时候 可以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今天就介绍 介绍到这边